Ventor预设开机预设哪一个ISO档或者是VHD档来开机的时候 你要做一些设定 那它的设定方式是在Ventor的系统底下我们常会有 前面是说我们要一个Ventor资料夹 这个是放VHD开机的Image 设定的开机的Image 要有这一个档系统才会认识你的VHDS或者VHD的档案 那我可不可以预设某一个开机选项来开机呢 答案是可以的 那你要去编辑一个Jackson的档案 像我这一个Ventor的系统 它的档名一定要叫做Ventor.js Jackson这样子的档名叫Ventor.Jackson 那里面的内容呢 比较重要的是这一个Ctrl Ctrl 那至于SIM呢 这个是设定我们的开机画面 开机画面 那SIM我们下一个章节再讲 好那我们先看Ctrl 这个 那指定也非常简单 就照贴就好 第一个是预设几秒钟开机 Tie out 10秒 看你要定几秒自己电 另外一个是你的Image在哪里 好路径给它 注意这里跟Windows表示的方式不太一样 Windows都是用左上右下 我们是用Linux是用右上左下 那这边它规定是要用右上左下 不会因为你在Windows底下设定就变成左上右下 都一律是右上左下 这样来开机 因为它跑的是Grub2 基本上开机的使用的方式是Linux的状态 所以建议这个不要换 我会把这个程式码贴在我们的说明下面 你只要把它放进去就可以了 就只有这样存起来它就可以预设哪一个开机档案 那再说明一次 我们要有一个vento的资料夹 前面有一个image是我们开机的 然后我们要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是 这一个json的档案 json的档案 vento.json 这个是我的备份档 这是我的备份档 这一个档案很重要 那我另外还会放一个syn的资料夹 就是我们有漂亮的背景图还是设定 我们可以放在这里 我们下一个章节再来讲syn vento.json的档案 档案内容 重要是control这样 好 这样子你设定完 你就可以预设哪一个image来开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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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